爹 不要再玩女人了 她是舅舅來的 我踩街 神經病 阿檸還踩街 如果聽廣播劇 我印象有兩個一個 就是關於歷史的廣播劇 歷史廣播劇最厲害的地方 就好像一個人扮好所有東西 我懷疑那個是G.S.Grooby的祖先 長棍 現在前面城樓那裡有很多士兵 唉呀 那怎麼辦 我們一定要 她一個人扮好很多的聲音 而且那些效果都是自己扮好 譬如馬就是 我很有印象 另外一個廣播劇 其實每一次都不同 就是林公子林海峰 她當時做夜晚的深夜 十一至一 真人表演 我記得其中一個劇情 就是說她駕車每一晚 都會經過那個 紅磡海底隧道的耕廷 她都會把握那個機會 跟耕廷那人說兩句話 那最後好像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 她到最後 鼓起勇氣是外 然後耕廷那個女生 就上車和她一起駕車走了 那我覺得 哇 原來可以這樣 廣播劇 原來是 這麼 不受這個限制 你想到 做到 就播到出街 而影響到受眾 那這些 是到今天 我依然很記得的廣播劇 那其實 都是把香港社會 一些瘋狂的事 變成聲音 再加下去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 特別有什麼意思 而且都是撞手神的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身邊的人物影響的 那譬如 銀河道士 純粹 我就覺得 道士應該是很classic 但是如果你放了銀河這個字 就好 跟它撞 那就變了銀河道士 然後都是慢慢去想 她的性格下去的 當然 有人就會問 你哪有這麼多題材 其實每天在這個世界 都會發生一些事 你自己找一些有趣的角度去說 那 當然 不是死人塌樓的 我都覺得可以拿來玩的 那你只要你每天細心看 這些有趣的東西 就很多 都寫廣播劇的題材 呃 我們又不覺得自己踩界 老實講 只是知道不可以說粗口 和不可以真是得罪人 那當然你可能說 哇你這樣寫 誰笑他 會不會怕他生氣啊 而 在那個年代 就 反而 我們那種笑 真是 蜻蜓點水 笑一笑的 就不是現在 在新聞下面的留言 那麼直接的 那些很厲害的 那些攻擊 我們那些 就 嘻嘻 有時那些 藝人被我們這樣笑 那件事淡化了 他反而沒有那麼 那些 那些 我覺得 有了互聯網之後的廣播劇 其實你問我有沒有分別呢 我就覺得可能題材大膽一點 或者可以再 再 細分一點 另類一點 都可以的 因為始終我們做的時候 是 mass media 那 多些受眾 那也都 我們很簡單的 我們就沒有說背負著 你一定要 其實屈美十有個意義 我們沒有的 我們其實很簡單 都是要大家開心的 一直以來都是想做這件事的 廣播劇都是有那個威力的 始終都是 有 因為 你真的要靠自己幻想 那個 聽到那個環境是怎樣的 即是 敵偉俱樂部究竟它是怎樣的 每個人心裡的敵偉俱樂部 都是不同的 就不同 我拍了出來 我拍了出來 噢 就是這樣 我覺得 在這個互聯網世界影響之下 有很多事情都改變 但是廣播劇 那個幻想空間是不變的 打你哪裡啊 沒有傷口 10萬還有的 整身都傷了 真的有的 行行行行行行 真的有的 等一下帶你去驗身 還有沒有問題 我有啊 喂 輕倫啊你又有什麼問題啊 鑑靈紳士啊 我要求每晚黃金時間 可以直播西遊記之齊天大聖之酸明光 我想播給我們看 因為我們看不到miss 哇 神經病啊 那我都提議每晚可以欣賞日本美少女VCD 我帶了新貨來了 是嗎 一站在這裡啊 沒光 沒VCD機